在大埔找一間有特色的四川菜很難 不怕 我知道有間吃四川烤魚同雞煲很好味的 你一定是說巴辣仔 我都有聽過 不如一起試試 我還約了朋友 叫他們一起吧 好啊 好啊 來到巴辣仔 當然要吃烤魚和雞煲 Rainbow 這裡的烤魚有六種不同口味選擇 你知不知道有哪六種 我知道有香辣味 酸菜味 番茄味 還有Jane 你知不知道 還有泡椒味 青椒味和蒜香味 今天我想吃酸酸的食物開一開位 所以我就叫了酸菜味烤魚 我知道這裡的烤魚是很高級的 用到青斑 它是由台灣和菲律賓空運到港的 這麼厲害 先試一試 它的肉質果然特別鮮甜 特別彈口 特別滑 先煮湯 嘩 這麼甜的 這是什麼湯 這個是豬骨湯 師傅每天新鮮用豬骨熬製的 當然是鮮甜的 我覺得烤魚 酸菜和湯底三樣東西 配合得很好 我看到魚下面還有一些配菜 原來我們可以在16種配菜裡選四樣 今天我們選擇了豆泡 雞腿菇 蘿蔔和鍋筍 不如我們一起試試 好啊 精華果然吸進去 我現在覺得很開胃了 吃這個烤魚的好處 重要是可以一邊吃一邊熱 記住 不怕冷 我們吃完這個烤魚 還可以加上火鍋配料 一起打火鍋 這裡的東西 還有很大杯 我這杯就是凍檸檳 酸酸甜甜的 最適合解辣 我這杯就是雜果檳治 油解殼 爽了 這兩杯是什麼 我叫做巴辣鮮雞鍋 它用了三黃雞 不同的配料 例如芫荽 紫洋蔥 辣椒 以及秘製的麻辣醬 去生炒而成 沒錯 師傅為了配合香港人的口味 它已經自行調製過的味道 令它更加鮮甜 更加大粽化 Jack 和Viv 你們平時吃不吃辣的 吃啊 都吃得很辣的 無論你們吃不吃辣 這個鍋都適合你們 因為這個鍋有四種辣度 大辣 中辣 小辣 和不辣 無論你吃不吃辣的 你們都可以來吃這個鍋 此不宜遲 我們快點嘗嘗這個鍋 這個巴辣雞真的很入味 而且它用三黃雞咬下去 真的彈彈到肉 大家吃夠了 好啊 這個很香 這是什麼鍋 這個 讓我和你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巴辣肥腸鍋 大家可能聽到肥腸鍋 接著就會覺得一定很肥 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這裡的肥腸鍋 是採用了豬大腸的尾部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吃 至於這裡的肥腸 我們還要是用 說的是用每天從途牆 新鮮途宰回來的 所以絕對是新鮮貨 絕對不是我們外面買的雪藏貨 另外這個湯底 還可以讓大家選擇 加多一點辣 或者加多一點麻 都可以的 看到也想吃的 我們先試試吧 很好吃 其實怎麼做呢 師傅首先用不同的香料 例如花椒、八角 去辟味 然後再用高溫 去燜煮豬大腸45分鐘 所以吃下去就很入味 而且軟硬度也很適中 不會太硬太軟 很有趙頭 湯底這麼香 不如我們叫火屋配料好嗎 好啊 好啊 這裡的火屋配料 真的特別不同 有四川空運回來的手工薯粉 有麻吉燒 還有薑汁皮蛋貢丸 和赤燒芝心丸 還有麥汁麥丸 和蝦餅 這麼豐富 不如我們一起吃火鍋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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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mine 你這次真的沒有介紹錯 花辣仔的烤魚和雞煲 真的很好吃 當然啦 那下次什麼時候再來呢 不如明晚再來吧 好啊